那么美国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科技威胁来自各方面 就在这个星期 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政府合同工事先泄露机密文件 而除了互联网 未来的物联网 甚至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有可预见的威胁存在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曾为美国基因海豹部队队员的迈克尔·詹琪 从军中退伍之后投身网络安全产业 根据他的分析 美国正在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多重威胁 当美国之音记者询问 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时 詹琪说 这个问题很棒 因为威胁太多了 而且它并不总是某一个恐怖的大妖怪 举例来说 俄罗斯跟中国并不在乎我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 我不是他们的目标 但对于企业来说 还有像数据部落这样的公司来说 我们正在开发的东西 以及我们投资并且协助研发的科技都被注意到了 所以总是简单的东西 那就是人类的因素 威胁并不总是某个透过你的智能笔而打开你家电视的精密的零日攻击 而是一封恶意邮件 是一个人的数码习惯 点开网络上的链接 是你捡到一个USB 然后插到你的电脑上这样的习惯 詹琪指出 无论使用怎么样高超的科技来完善防护 最大的弱点还是在人 而网络攻击的威胁 小到伤害个人 大到损害经济 他分析说 不过如果看得更广 我认为威胁是科技知识产权单方面被盗窃 而这可能从简单的Netflix被黑 热门剧 劲爆女子监狱的剧集被偷 到有人偷窃了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 盗窃是有附加价值的 而很明显 这在各行各业都正在发生 隐私 我们透过许多不同途径 试图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 或是企业隐私 这会影响到我是否购买你的产品 当我佩戴你的智能运动手表 或Apple Watch 当我将自己的医疗资料存放在你的云端 然后你被黑了 那谁要负责呢 很明显我是输家 但你也是 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还在试着弄清楚 这可以立法管制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可以那样做吗 科技日新月异 也带来更多的威胁 互联网的崛起导致了企业以及个人电脑的安全性受到考验 新兴的物联网同时也带来新的威胁 詹琪分析 物联网或许是最大的价值好几万亿的产业 而且现在正在成长 但它同时对于消费者个人 隐私权 私人企业而言也是最大的弱点 所以从这个手表到连接网络的电视 再到连接网络的咖啡机 再到空调的温度控制器 到你的汽车 现在都互相对话 这给黑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攻击机会 可以黑你 攻击你 控制你 每天人类都与越来越多的东西连接起来 从智能裤子 智能衣服 你智能运动手表上的健康资讯 都会上传到云端 越来越多的科技要素进入我们的生活 而当硅谷以及世界上其他企业 开始利用这些科技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安全 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安全性 展奇说 例如他的公司 数据部落 采取的不是亡羊补牢的方式 而是要在设计智能商品的同时 就将网络安全设计进去 五甲大楼在今年三月发表报告 指出 中国正在有策略性的投资某些美国的高科技初创公司 而他们的技术以及产品 未来都有可能被美国军方所使用 或是能够用来提升中国军队的能力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2015年中国公司在硅谷投资美国敏感科技的金额高达9.9亿美金 展奇说 这个现象的确很吓人 需要以理性的方式来制定对策 他说 没错 有从中国来的大型基金公司 投资美国的生化科技等等 大部分来说 如果你曾经创立一间公司 你会知道 投资方并不一定能接近你研发的科技 并非说他投资你 你就双手放上城市码了 但是我认为 如果让中国公司投资敏感的领域 那就是脑袋进水了 假如你是一家初创公司 你生产供军方使用的传感器 或是新的夜视镜 或是新的卫星科技 千万绝对不能允许有那样的关联 俄罗斯 中国 伊朗等都不允许美国的投资公司参与那些领域 而在我们的国防产业 是否在创新方面的资金来源 有审慎检查过呢 在商业方面 与做生意相关的科技 我想那是可以接受的 但到了国家层级的科技 我就会画下红线 国防 网络安全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家 为什么需要拿中国的钱 詹琪认为 在投资方面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不影响贸易交流的情况之下 保障美国的安全 他指出 一般外国基金主要投资 如优布 Snapchat 等大型的商业科技公司 很少将网络安全等小公司当成目标 詹琪强调 高科技公司必须谨慎选择资金来源 不然很可能引证止渴 危险发生在 当然在网络安全 国防科技等领域 你必须知道第一轮融资者是谁 如果做出错误决定 将外国资金引进敏感领域 那你可能亲手杀了你的公司 如果今天我跟一家初创公司合作 开发了一个超厉害的网络安全产品 但接受了中国或俄罗斯或者伊朗的资金 那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会买你的产品 詹琪认为 美国面临的威胁是全面性的 从一般美国民众到私人企业 到联邦政府 外国的刺探以及影响无孔不入 攻击来自境外 也包括国内 必须谨慎防范 美国之音黄耀义 九岛 马里兰州报道